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相信官朋友在今天市场经过一整天的消化之后 都理解到美国的物价膨胀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市场目前的聚焦主要是在于美元在过去 这三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多空的扭转 在今天我们在录影之前已经跌破了95的关卡 美元的跌势为什么会在美国物价高涨之际 出现大幅度的衰退大幅的滑落 可能是攸关市场最新的变化 因为我们看到截至1月中为止 全球股市的涨跌幅度都非常小 以美国科技股为主 大概年初到现在跌了大概3% 等一下我们提到的大陆股市 创业版从年初到现在跌了7% 欧洲股市大概是零报酬左右 所以我们看全球市场似乎在过去几天 把整个的重心转移在美元走落 而商品转强 包括了涅 包括了绿都创下了新高 包括了铜价的转强 包括了黄金重新占回1800 包括了油价挑战前波高点 不然特原油86块每桶 所有原因都跟美元转弱有关 美元转弱 所以我们要特别从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来进行分析 好 当然都了解到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在去年12月份年增率来到7% 比11月的6.8%又增加了0.2个百分点 创下了1982年6月份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 为什么是1982年6月 1982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两次石油危机 给美国带来了一个长期的智障 在当时Volker担任美联储主席 毅然决然的把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 从原来不到8% 一口气拉升到19% 才结束了长达10年的停滞性通胀 所以现在的物价就回到了Volker时代的后期 Volker当时解决了恶性通胀 或停滞性通胀是大幅的升息 现在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又回到了当年的一个水平 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关注的是它的结构 到底它可以搞多大 美国的通货膨胀还能高多少 一个是能够多高 一个会持续多久 一个是多高 一个持续多久 我们现在要拆解一下 美国的这一次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一波的周期主要的贡献来自于哪边 这边初步的做拆解 大概其中住房是占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最大的权重 大概33.2% 住房一支是美国消费者物价当中 十一柱形欲乐 最长期的一个多方推胜力道 是绿色区块 常年维持在1%的水平 作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十一柱形欲乐的柱当中 常年是维持在1%左右水平 等一下细分 因为住房的推升 从原来常年的1% 在最新十二月迎来到1.33% 另外我们看到 比较特别的是过去没有 但这一波的物价周期有的 就是所谓的汽车市场 过去没有 过去汽车作为一个成熟的工业制品 这个价格能够维持就不容易了 可是在过去供应链中断 晶片短缺的影响 使得这一波的物价周期 出现了一个汽车的巨大贡献值 巨大贡献值 它占整个CPI7%当中的将近1% 就是1.74%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人员 油价跟食品长期是推升美国物价 或拉低美国物价的一个商品发展 上一次为什么有核心物价 就是美国为了避免食品跟能源 把物价灌太多 所以就单独列出了 扣掉食品跟能源的核心物价 但我们还是加回去 所以我们看这一波 它的推升有三大块 一个是住房 一个是汽车 一个就是食品跟能源部分 好 权重在这边 说我们看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食品大概占14.1% 包括外食 衣服的很要观察 因为最近美国的服饰类的物价上涨 好像也蛮明显的 受到了化工跟纤维产品的走高 受到石油价格走高 还有供应链中断影响 食衣住行的一部分 拉得也蛮快 好 住 当然就是讲住房 还有行 最主要是交通 交通包括交通工具 还有能源 所以食衣住行 基本上这四项的消费者物价 基本上都大幅走高 唯独只有欲跟乐 它基本上不明显 所以对于美国物价 到底这一次会涨多高 可能要观察食衣住行能够走多久 另外美国的物价会走多远 那叫观察欲跟乐服务类的两项 所以我们把食衣住行欲乐 基本上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观察跟留意 好 我们再从年增率的角度 可以更明显看到物价上涨速度 对于美国来讲红色是不好 对于绿色来讲是比较扩张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 整个物价的一个水平 我们首先看什么 看基期效益 12月份物价到7% 那1月会不会更高 我们就跟去年1月比较 去年1月美国的物价是年增率 这个数字是1.4% 所以也就是1月份的物价 仍然会面临一个低基期的影响 会面临一个低基期的影响 所以去年1月那么低 所以2022年就是现在这1月份 可能物价还有可能继续往上攀高 等一下我们会做细项说明 那会延续多久 我们看到2月份 因为2月份大概是1.68 1.68 所以2月份基期很低 到了3月份开始攀高 所以美国这波物价的周期向上 严格来讲突破2% 是在去年的3月份 去年3月份 到了4月份是4.16 到了5月份4.99 到了6月份到了5.39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这一波的物价以激起因素 我们先把激起因素先做个处理 大概会到4月份 美国的物价增幅才会和缓 所以下一次加息的3月份的效应 基本上还没有进入4月份 代表3月份加息的机会仍然很大 随后往后推 往后推 到了7.8.9.10 美国物价就一路的攀高 所以明年下半年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的指数增幅 应该就不会那么激烈了 不会那么激烈 为什么基期抬得很高 像12月是7.04% 所以今年年底的消费者物价 跟刚刚公布的7.04% 7%的来对比的话 基期的干扰因素 可能在下半年 从原来低基期的推力 变成高基期的向下拉力 但有那么乐观吗 有那么乐观吗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一个近的 再看一个远的 我们从几个分项来做一个解读跟掌握 因为目前观察 这一次贡献最大的 应该是在能源内 人员内 人员的价格 12月份比去年 比前年的12月份 增加了增长了29.3% 它的权重是7.5% 所以拿29.3% 成为7.5% 它对于整个7%的消费者物价 贡献多少 贡献了2.2% 所以美国物价大幅走高 12月创下近40年最高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能源类 能源类 我们要注意 因为1月份的美国天然气价格反弹 而且油价这几天不是用重新 站稳了80块之上 所以1月份的油价 对比去年1月份的低基期 所以1月份 2月份 油价的高位阶可能会持续的推升 美国物价数字 所以1月份 1月份这个数字 就是我们大概农历新年的时候 结束之后 美国会公布最新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数据 还有可能创高 最容易创高就是龙头 能源类 能源类它贡献很大 第二贡献大的就是所谓的汽车 包括了二手车 包括了卡车 在我们红色这一块 整个来讲 它是21.83%的年增率涨幅 占总共的全值8% 就包括了新车 包括了卡车 包括了二手车 基本上21.83% 所以它群重8% 它贡献7%的年增率 但是1.74% 这是第二大的贡献值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基本上就等于是美国年增率的一半 加起来大概就已经加近4%了 7%当中有4% 是来自于2.2%的能源 跟1.74%的交通工具 第三大类是住房 住房的群重很高 32.4%包括了等值租金 包括了租金 包括了外宿 就是出外的饭店旅宿 那它的涨幅是4.13% 把4.13%乘以一个巨大全值 32.8% 它对于CPI贡献是1.33% 1.33% 好 各位朋友 你可以把这数据加起来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三个数据加起来 就等于7% 消费者物价年增率的4分之3 大概75% 第四名是什么 第四名是食品 食品的年增率是6.27% 占权重的14% 对物价贡献是0.88% 所以大概这四项加起来 我们就看到很明显 很明显 因为这边大概就快6%了 就是7%的年增率 这四大项 能源 交通工具 住房 跟食品 就占贡献了 大概将近7分之6 但从消费者物价主义 看到一个很特别现象 各位朋友特别留意 就是所谓的耐久财 扣掉汽车之外 出现了一个12月份 年增率 转落的变化 特别是包括了手机 包括了PC 都出现了年增率 甚至月增率 转为低值或负值的变化 那这边可以做观察 就是美国的商品周期 从耐久财 除了交通工具 汽车之外 已经开始往下了 已经开始往下了 从美联储 不是美联储 美国统计公布的数据当中 我们看到耐久财的 耐久财的物价 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弯头往下 甚至成为一个转负的过程 为什么在耐久财 扣掉汽车之外 会往下 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制造业 或实体或商品周期 接近了尾声 这方面要特别来做一个掌握 跟留意 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 食衣住行 食衣住行 基本上讲完了 衣服好像也涨了 服装在这边 服装的涨幅大概5.8% 在这边 服装的涨幅也是创下一年新高 但是从月增率看更明显 就是服饰类 食衣住行的衣 也受到油价供应链的影响 开始出现了一个转嫁的过程 所以食衣住行 是基本上推升物价的一个很大的动态 好 那就是欲乐 就欲乐 尤其Omicron 到底对于美国的社区 正常的交流或消费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我们追踪的 所以分为几个 第一个是外宿 外宿的价格 第二个是医疗的价格 医疗照顾的价格 医疗照顾价格在这边 医疗照顾价格 运输的价格 这几个价格正在纯纯运动 所以美国的实体的周期 从下游的耐久才 除了交通汇之外 已经出现转弱 剩下的是上层的商品周期 就是原料周期 还在往上挺高 可最值得关注的是属于服务类的周期 所以我们可能这是年增率 我们要从月增率的角度 来做一个观察 因为从月增率的角度 就会发现不同的现象 因为以月增率的角度观察 也就是包括了机票价格 是不是正在回升 另外医疗服务的价格 是不是开始反弹 还有外宿的价格 是不是开始加速 所以基本上在今年 美国的物价在第一季之后 能会走多久 美国的物价维持在3% 甚至4%以上 会多久 关键在于服务类 就是食衣住行 不管它了 看娱乐 娱乐就是包括了住宿 包括了外宿 餐饮 饭店 包括了医疗 还有包括了交通运输的服务类 这是目前我们看美国物价 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的焦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事实上 这次美国物价跟之前不同 受到一些个别商品 跟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所以从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长期是负责 12家分行 长期负责编撰 跟追踪美国的宏观数据 包括亚特兰大很有名的 替美国的GDP的增速进行预期 这个指标很重要 每次亚特兰大分行 会进行整个美国GDP 国内生产毛额的一个最新的分析 跟最新的预测 同时亚特兰大也追踪了宏观数据 非常重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可是它公布的数据跟别人不同 它自己做了重新的加工 它分为一个叫弹性的物价 一种叫做粘性的物价 我们可以简单来讲 粘性物价就是价格很久不变的 很久不变叫粘性物价 譬如剪头法 剪头法价格其实长期很稳定 就算要涨也涨很慢 涨很慢 粘性物价 粘性物价 有的是弹性物价 这个弹性物价就包括了食品 包括了能源 包括可能受到供需产品的影响 粘性的产品跟弹性的产品分开来 通常弹性产品物价波动比较大的 占29.8% 其他价格不容易变化的 叫做粘性CPI大概占70.1% 所以再强调粘性什么 像剪头法 理法价格 像自来水价格 基本上可能就属于粘性价格 在部分的层次当中 可能它的电价是市场化 它就变成弹性价格 所以粘性的CPI波动率小 弹性的波动率大 好我们看一下1970年代 80年代 事实上美国的通胀是非常全面的 所以不管弹性还是粘性 它们是高度的正相关扩张 可是回到这一次发展 我们看到过去这20年来 30年来美国物价很稳定 基本上除了食品能源的一个周期波动之外 其他的一个不管是商品 还是服务的物价 其实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这一次 这一次在汽车 在食品能源的带动之下 弹性CPI来到17.9%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 因为过去不会涨的年性的物价 也来到了3.7% 而这个数字也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这一次物价开始出现了扩散的现象 开始出现扩散现象 过去每年初可以做解读 汽车晶片缺货 等到供应链正常之后 汽车晶片的缺货就会解决 就会解除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物价开始扩散 剪头法也开始变贵了 各位朋友 做日常的服务开始变贵了 包括请了清洁阿姨打扫的费用 垃圾出去费用开始变贵了 所以很多年性的物价也开始抬头 所以这个弹性物价可能会回头 到经济下班可能会回头 可是年性的物价一旦启动之后 不可能说剪两颗头打八折的 所以当年性物价走高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的物价 它基本上广度正在变宽 广度正在变宽 所以可以看到这波美国物价 其实从升息 不管是taper的速度 都可能比预期来得更快 好 这时候要观察 既然要加息 为什么美元在这几天是大跌到 我们这一次其实第一时间有掌握 在金铁杆的部分 礼拜一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特别注意到美元怪怪的 有点盘弱的味道 没有想到短短三天 美元指数从原来96.3% 一口气沙到94.8% 虽然只是1.5% 大概1.8%的一个贬幅 但对于美元这种国际最大货币来讲 算是非常大的 短短三个交易日 美元大概贬掉了将近1.5%左右 超过1.5% 这是这几天的一个特别变化 那怪了 为什么通货膨胀 美元会贬值 我们可以简单来讲 在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 购买力评价理论 购买力评价理论 可以用很多地方 购买力的评价理论 购买力评价理论 你的汇率会走扁 叫做内升外扁 当你的内部物价贬值 你的汇率会走高 叫做内扁外升 内扁外升 好 这个是购买力评价 我们就没有用实质利率 跟通货去做观察 好 因为我们知道 美元指数 美元汇率 汇率是两国货币交叉比率 所以我们将把美元跟大家做比较 为什么美元那么弱 我们刚看到 美国的CPI 从11月份的6.8% 到12月的7% 关门看这个数字 好 世界第二大国是谁 中国 中国的CPI 从11月份的2.3% 掉到1.5% 我们之前有没有提到 有吗 对不对 就是中国的 美国在这边 美国是从11月份6.8% 往上变7% 中国是2.3% 掉到1.5% 按照购买力评价逻辑 美元对中国的货币 人民币就会贬值 人民币对美元就会升值 好 观众 这是个相对概念 其实跟通货预期 实质利率 我们节目讲过 一样高度相关 一样相关 那我们看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是日本 日本 日本物价多少 日本只公布到11月 10月份是0.1 11月份是0.6 前面是11 12 日本是10月 11月 日本公布的数据 还没出来 这是日本 所以看日本的物价在这边 另外第四大经济体是德国 好 观众 德国 我们看德国 德国是多少 我们拉过来看 德国是从原来的5.2% 11月到12月的5.3% 好 所以我们看 把全球前四大经济体 美中日德的消费者物价的变化 11月12月 除了日本是10月到11月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物价 它基本上是加速增长 是加速增长 所以对于美元过去一段时间 就产生了一点制约 从11月到12月 从12月到1月 美国物价大幅走高 而且跟中国出现相反的背离 中国物价是通缩 而美国物价是高速的通胀 日本维持在零附近 而德国的物价增幅不如预期 大家知道吗 上个礼拜的新闻 德国的物价不增幅 欧元物价创高 可是德国的物价 基本上从越增率角度 不增反减 所以从这四个国家 我们以通货膨胀角度观察 似乎就能解释 似乎就能解释 美元转落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从内部的价格 用购买力评价来做一个观察 就出现了一个内生外变的发展 我们还要看美元 因为美元一转落 商品笑嘻嘻 所以我们看到 从年初到现在为止 尤其是这几天 商品市场出现了非常强劲的反弹 在基本金属当中 包括了铝 包括了镍 甚至包括了铜 不仅是创高 有的是转强 包括了黄金 也出现了一个反弹 甚至一路来到1830块附近的价格 包括了能源原油价格 挑战去年的高点 每桶86块钱 很重要原因 可能不是消费属性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 美元转落的金融属性 美元怎么办 我们之前从前年底到去年 我们对美元做过非常长期的观察 这边是周线 刚刚这边是日线 从周线角度 它是一个双重底的位阶 经过了一个打底之后的突破 跟确认 它来到了第一波段的满足 我们去年 我们今天年初步一开年 就做2022年检讨 我们对于美元的预测 应该是完胜的 当时我们估计 美元第一波的涨幅满足 大概在97.1到97.4附近 这一波美元最高的时候 就大概是96.94 所以离我们的测满足是非常坚进 所以这是第一波涨幅满足的确认 出现一个拉回的发展 现在观察就是守 能不能守住这边 这边的位置基本上 就不是96.36 这是93.36 九十三左右 就是93左右的位置 93.3是美元一个很重要的底线 目前观察要跌破的可能性很低 那美元假如能够押回到这个位置 它不仅是前部低点 它也是一个周线等级的颈线位置 可以让官媒来做参考 就93.3到93.5附近 美元有没有机会来回测颈线 官媒可以特别做观察跟留意的地方 好 另外我们要追踪了 因为我们看到美元 我们解释完之后 等一下我们在金铁杆附近 会进一步分析 美国国债的一个发展跟变化 我们先看一下时间关系 今天大陆股市出现了非常猛烈的拉回 昨天还在唱KTV 199 299 唱响到宝 唱响到宝 银也引到宝 昨天KTV 昨天陆股就变进了ICU KTV是欢乐 ICU就进了加护病房 我们把它做拆解观察 官媒要看几个方向 因为从沪山300指数 它已经回来要挑战去年的低点 去年7月28号的低点 去年7月28号的低点 为什么今天会砸盘 主要原因来自于白酒股的重挫 白酒股重挫 包括了贵州茅台 包括了武良益 包括卢州老教 股价在今天 普遍跌幅都在三个点 四个点以上 好 另外跌幅比较大的 还包括去年涨幅比较多的 不管是包括了像电子 或基础的原材料 另外还包括了医药 还有房地产 都是明显下跌 好 那我们先怎么观察 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 不断的替大家注意 这一段时候我们一直在 哇哇叫什么 我们去年讲 中国的信贷脉冲 已经来到高点 开始转折往下 所以当时在整个 路股大幅走高之际 我们一直用风险 跟看悲观的角度看待它 可是路股还是往上暴冲 可是最后还是回到原点 它一定回到原点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的信贷脉冲 一直是一个收缩周期 这是我们全年看待 中国市场的原因 我们在这个时候开始看多 在这个时候开始看多 就是去年12月份看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信贷周期 已经见到了低点 现在正在扩张 开始启动扩张 从昨天的新增信贷 社会融资 跟M1 M2的直接的剪刀叉 我们也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的信贷脉冲 已经来到了低点 已经来到低点 所以这个回踩动作 基本上官朋友 一样要掌握机会 涨多 你会手痒想卖 跌生 你也会手痒想买 这时候就要观察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操作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 把它做拆解 好 今天跌最重的 当然就是贵重茅台 因为市场贵重茅台 大家第一个包括了 奢侈税 消费税 还有包括对于消费 扩大消费品 包括了低酒精浓度的 白酒的威胁等等 一堆原因 所以贵重茅台是在今天再度创下新第一 主要是估值过高 也是估值过高 我们还想到这是在三年前 那时候贵重茅台跌到525的时候 我们在上海做节目 还特别用估值模型来分析贵州茅台的买点 买点 那时候是525 520到5一级 我还记得那时候再跌一根就更棒了 结果后来讲完那集 那集是最低点 然后就往上冲了 就一路达到最多到2000多块 现在我们看到贵州茅台还是保守 还是保守 估值太高 好 所以一个是估值高 就是估值高 另外我们看何瑞医药 何瑞医药今年以来 去年以来不断的跌幅 为什么三座大三 中国政府的三座大三吗 住房 教育 医疗 这是人民最痛苦的三座大三 过不去 房子买不起 小孩养不起 看病看不起 所以这个三座大三 基本上你不要跟国家对干 不要跟政府对干 所以何瑞医药股价 其实在去年以来 跌幅是非常非常惊人 好 那我们再往观察 另外我们就看到 另外一个大三 就是住房住不起 今天领跌到 是中国第三大的房地产的开发商 叫做融创 相信大家知道融创中国 今天股价创造新低 为什么创新低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转折 因为融创昨天宣布 用现金增资的方式 利用权益资本的发行 来进行筹支行为 筹支行为 所以昨天他缩盘在11块左右 结果还有10块钱的面值 折价发行 消息购物之后 今天整个融创成为整个 不管是香港还是大陆 第一盏股跌幅龙头 今天一口气跌掉了22% 我们看到22% 另外我们看到 因为今天筹支行为 现在地产股很多 像今天有碧桂园 碧桂园请了摩根大通 摩根斯丹利帮忙筹支 3亿美元的可转债 这个票面利率是4.75% 三年的可转债 潜在收益率高达25% 在今天公布失败 必贵源那么大的量体 总负债规模是1.7兆人民币 换算成美金的话 大概有2800亿美金 区区3亿美金的可转债 竟然发行失败 需求不足 好等等原因就是发现 我们在整个中国地产股 你不处理资产过程当中 你只在负债端 不断的进行补强 似乎市场上是不买单的 所以不管是碧桂园的 可转债发行失败 今天还是融创中国宣布 在全融资进行新股发行 筹支的一个市场的 一个悲观气氛之下 引发地产股的大跌 好观众 其实这行业的 这个是周期的尾端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到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些价值的投资已经出现了 不管我们提到像阿里巴巴 像平安保险 基本上这些标的 基本上作为一个龙头角色 他们已经先行了 每一个周期的发展 它必然会有变化 不是技术面的问题 而是在于信贷周期在扩张 所以有些大型的龙头 或有些板块过产业 它会领先出现一些转强 所以我这边拉出来两个 虽然今天入股破线 我们看到银行股跟保险内股 却悄悄的在转强 特别保险内股 我们看到平安保险 又创下小破断新高 从包括了阿里巴巴 则是在过去一周的绩效表现 应该也是非常优异 所以面对第一个 美国的通胀 还有入股的一个破低 到底投资价值哪边 情况没有 用时间来就等待 所以低的要买高的要卖 讲得很简单 做起来还真不容易 或许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可是我们从信贷周期 从流动性的角度做观察 所有的价格 都不过是一种货币 或是流动性的现象 一个在紧缩的市场 一个在宽松的起头 观众我们可以特别来持续做关注跟留意 好秀一下 我们回到今天的部分 昨天有很大的消息 就是美国公布了 第一季的财政的预算 观众有吓坏大家 美国12月份的财政收入 跟财政支出 基本上快要打平 按照目前美国财政收入 就是税收的增幅 如此之惊人 你知道增幅多少吗 40% 说不定美国今年 还出现一点点几个月度 出现财政隐喻 这会出现什么变化 为什么FED要加快退场 我们都知道 美联储作为美国的央行 他印钞最重要的动作 除了给金融市场流动性之外 最重要的是支撑 美国财政单位的赤字 融资跟发展 现在假如美国财政当局 不需要那么多的赤字 也不需要融资 也不需要发展 美联储的退场机制 会不会更快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在金铁感部分 为大家做进入的观察跟解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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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